大家期待已久 進一步放寬社交隔離措施 終於出爐了 不過至於為何一些措施能夠放寬 另外一些又未能夠放寬得展 背後的邏輯和原因 有些難以去猜測 先簡單地說放寬了甚麼 下星期四開始 會放寬三項社交距離措施 第一項大家非常關心 在堂食方面 會解除餐飲處所和表列處所營業時間的限制 即是餐飲處所可以在凌晨後繼續營業 大家又可以再有宵夜食 而酒吧方面可以在凌晨2點後繼續營業 又可以喝天光 口罩方面 親飲處所和多個表列處所 在台上如果是拍照 可以豁免不需要戴口罩 這包括公眾娛樂場所 體育處所 活動處所 宗教處所 以及會寺酒店和賓館會議室和多用途的活動室 當然前節是舉辦活動才行 而漁湖處的郊野公園 核下全部157個燒烤場地都會重開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核下的37個燒烤場 亦都會陸續恢復正常服務 政府解釋放寬這些措施是根據三個原則 分別是對疫情反彈風險較低 第二是對經濟 第三是對民生影響較大 所以他們的政策是很一致的 雖然我們當然是歡迎這些放寬 但大家仍然是想知道 究竟政府是怎樣選擇 放寬甚麼 不放寬甚麼措施的理據是甚麼 政府都是一如而往的 都是這樣解釋的 就是考慮到一男子的因素 說錯了等於沒有說 政府按著自己的三項指標分析 獲放寬的措施究竟是符合哪一項 未能夠放寬的又不符合哪一項 我們真是沒辦法知道 醫務衛生局的副局長李恰恩說 營業時限和重開燒烤場 放寬是因為市民很想見到 當局亦都收到市民很渴望 可以容許在婚宴拍照不用戴口罩的訴求 其實大部分香港人都很想政府撤銷限聚令 以及看到零加零的得意落實 為何這些措施又未能夠放寬 如果純粹由防疫的角度來說 不少專家都已經指出 這些措施根本都沒有甚麼必要 所以究竟那些措施未能夠符合政府 需要考慮那三項原則是哪一項 我們真是不知道的 搞不清楚 在過去的七日 10月21至27日 雖然本地和輸入的個案 按星期來計分別是增加了5% 和10.6% 但是死亡數字沒有明顯的變化 比港旅客陽性率在10月初那兩個星期 即是10月5日至11日 10月12日至18日 分別是5.2%和4.86% 輸入個案 機場檢測陽性比率 都是維持在5至6成 而最重要的是近期公立醫院住院 和重症人數都是穩定的 非緊急手術已經可以恢復超過九成 內規鏡的檢查也恢復正常 而整體非緊急服務 都已經恢復超過八成 似乎現時的放寬政策 政府都不是完全基於科學的數據 如果是依靠科學的數據的話 限聚令一早就應該撤銷 零加零也都一早已經是到位 解除食肆、酒吧和卡拉OK等 這些表列處所的營業時限 當然會受到業界的歡迎 等了很久 特別是很多次在我們節目中 喊救命喊得很嚴重的酒吧業界 他們的確是相當慘烈的狀況 酒吧在2020年4月 是第一次租禁營業 接著是間斷恢復有限度的經營 現在酒吧最多是營業到凌晨2點 生意額只做到疫情前的五、六成左右 下個星期放寬之後 有望恢復到七至八成 不過有些可惜的就是 如果放寬生效日期能夠早幾天 他們就可以吃了Halloween的汁水 他們期望日後快快放寬75%容納上限 仍然維持容納上限 有些都是令人不明白太過原因 如果這個草屍都被撤回 他們的生意額就有更多上升的空間 雖然這次放寬 未能令他們可以趕及 在Halloween做多些生意 不過總算能夠趕得及 下個月舉行的世界杯 酒吧業界令生意的契機就是世界杯 ColorOK當然同樣期待 撤銷營運時限很久了 大家都知道不少ColorOK的常客 都是和朋友吃完晚飯後 差不多九點多時才會去唱K 近日ColorOK的營運額 都只是做到第五波疫情前的三成左右 業界對放寬之後的生意 能不能夠大額增長 都是持觀望的態度 不敢太樂觀的 之前要停業 營運又受到限制 不少人都已經轉了行 唯有希望短期之內營業額可以回升 可以請回流失了的人手 食肆方面早在2020年7月起 營業時間持續受到限制 晚市同食有很多次曾經暫停 大家怨氣這麼大 主要是因為大家都認為限制營業時段 和房業的關係根本不大 過去一段時間都要早收舖 令到香港沒有了一個宵夜市場 人人都吃飯早了早了回家 商場近夜晚人流都特別少了 真是弄得不得了 連呼應飛過都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 放寬之後 比較明顯受惠的應該都是做宵夜的商戶 例如潮州打冷 雞足店等等 宵夜挺有趣的 宵夜叫做夜宵 剛剛提過打冷這兩個字 就是潮山地區 宵夜叫做打冷 不少香港人都有這個習慣 一般在吃完晚飯後 睡覺前吃的小點點心 那些叫做宵夜 時間介乎在11點之後 和第二天早上6點之前 香港人的宵夜習慣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香港人做事做得好 所以有時候宵夜的菜式和份量和晚餐沒有分別 不過一般宵夜的內容仍然有別於正餐 例如甜湯或燒炒 大家可以去一去我先前為大家介紹的那兩間燒烤店 分別是位於銅鑼灣諾克道487號的深宵食堂 和深烤大眾走場 那裡吃宵夜特別有feel 另外一件大家都需要留意下的問題是有關檢測措施 政府今個月初宣布會落實一系列的檢測措施 85間社區檢測中心和檢測站的自費核酸檢測 今天開始會有兩級制的收費 給一般社區或私人用途 例如要乘飛機離開香港等等 還要在11月8日開始 要求強制檢測的市民 或特定人士例如院舍員工等等 就一定需要在網上如約 或使用安心出行的檢測登記碼 才可以免費檢測 我也有免費的東西送給大家 這是沒有條件的 在以下說明的欄文欄上 你按一按相關的連結 前寫簡單的資料方便我們聯絡你 就可以獲得一支旅行裝、發在生、殺菌、止氧、洗髮錄 還會得到一次免費的頭皮檢測 可以看看自己的頭髮任務出問題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會得到一次免費的療程服務 這個體驗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接受了這個服務之後 你就可以了解多點這個療程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能不能夠真的幫到你 大家大可以放心 使用了這個免費服務 不等於你需要購買這個服務 你亦都沒有責任需要即時去決定 是買還是不買不需要不用擔心 如果你覺得自己有脫髮的問題 或是頭髮變得稀薄 頭痕、頭皮敏感等等的問題 就更加需要 立刻按一按相關的連結 不要等了 最好盡快處理頭髮問題 還有智雲有禮也為大家推介一部 叫做Boyz 2的舞台劇 這是一班年輕人以近期流行的 Boyz Love為題材所創作的 當中有愛、有恨、有歡笑、有眼淚 從中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年輕人成長面對性別身份的疑惑 大家如果有興趣 知道多點的話 可以在下面說明 description的欄目那裡 按一按相關的連結 索取進一步的資料 以及買票也可以 買票的時候 記住輸入推廣碼 Steven Channel 每一張成人票可以扣減15元 大家快點進去 ticketflat.com strokeboys2網頁買票 支持下這班年輕人 好 現在我們一起聽聽 發在生創辦人王創安先生 給我們的洗頭提示 洗頭也有提示 是的 聽過之後 你可能會發覺 原來自己用錯方法 洗頭也未撐 例如應不應該把洗髮 直接倒在頭上 洗的時候 應該由哪個方向洗到哪個方向 如果你心目中對頭髮還有其他疑問 想由王先生解答一下 歡迎大家留言 好 現在去片 我是發在生黃創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頭髮的小提示 今天講洗頭 洗頭很多人都由小至大都洗頭 洗頭有什麼正確方法 大家聽一聽 我們洗頭時就要用溫水 不要太熱的水 因為太熱的水 令到毛囊會收縮 第二來講 我們倒洗頭水時 不要直接倒在頭皮 倒在手心 搓勻 然後由下面開始 拖到頭頂上 記住一件事 不要用指甲來拔 指甲拔的話 很容易會拔損頭皮 就會感染到細菌 很容易 記住一件事 洗頭後最重要是 沖乾淨水 不要遺留洗頭水 在頭皮上 小明星期間 從今天到大洋 中文字幕現在 十分散明 在訪問中文字幕 在訪問中文字幕 有意思